好,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字典,小字典 我输入cat,它就输出猫 我输入dog,它就输出狗 那为了延伸这个程式 我现在改做一个翻译程式 那这边我把它拉大一点 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栏位可能会不够大 因为我要输入一整句话 那所以呢,我就把它拉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这个输入的话 这是翻译完的话 那怎么做呢,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法其实还是一样 在这边,一样取得了这个字串 但这时候我叫eword就不太好 因为它是整句了 整句了,所以我就叫做eSentense estr就好了 e字串 那这个呢,就变c字串 但是我就不能直接查出来 要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查 所以呢,我们暂时先不急着这样做 来,我们要首先 要把这个字串分割成字元 那怎么做 有一个函数叫Split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先这样子 字串阵列 然后呢,Split用estr 叫ewords好了 words就很多个word 等于estr 点Split Split里面呢 就是用空白做分割 因为英文都是用空白做分割的 那就用空白做分割 好,那这样它会切 用空白把整句话切成一段一段的字 好,那等系有个问题哦 如果我的输入有大写 那我是不是会查不到 好,对,所以我最好是 就是在这边点的话 先Pull lower Pull lower就是把它转成小写 我再来分割 好,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好,那转完之后呢 OK,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卡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放进去 好,所以我现在呢 就宣告一个for each 这里其实用for each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呢 Stream,然后word,印,Ewords OK 然后呢,我就取出来 取出来,但是呢 我一个一个把它放进去 不过 我觉得啦 我觉得我还是弄个CSTR 等于空置串 这样会好一点 好,那我就去查了 就去查了 那这里有个问题哦 我如果查到 那我就翻了 如果没查到呢 就失败吗 也不太好 所以没查到 我就输出原文好了 好不好 因为CAT 我如果不知道CAT是什么 那我就输出CAT OK 至少D都不输出好 所以呢,我就先检查一下 if DICTDN contents contents key 就是它的key有包含这一个word 这个应该还是叫eword 有包含这个eword 如果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所以如果有的话 我就把它cs7r 加 应该是append 才对哦 所以点csdr 这里没有append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个 等于csdr 加 加 加 空格 加 加 我查出来的那个字 查出来的字 应该就是 就是 就是 DICT 的 eword OK 好 那这样我就把它补进去 但是如果没查到呢 如果没查到 如果没查到的话 如果没查到的话 那csdr 就 等于csdr 加 空白 再加上 加上 那个eword OK 好 啊 其实 可以再短一点 因为这个 只有一行而已 这个 这样会短一点 那最后呢 它输出的文字就是csdr OK 那我也可以稍微 让它再长一点 那会看起来 舒服一点 就是 等于 原文 加estr 然后呢 再加写线 然后呢 再加 它 输出 csdr 诶 这个 译文 中文好了 就写中文 OK 那这就是英文 原文 英文就写原文 好 OK 就这样 好 那我们就这样做 那所以如果有任何错误 它就会输出 输入错误 查不到 OK 那这样子 试试看 好 我们坚持一下 好 目前看起来 好像有点错 看一下 诶 又没错了 在哪里 诶 没错诶 奇怪 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 输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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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这样 啊 啊 Cat 中文 一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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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狗 好 那 如果输入个 喔 啊 因為这两个字 我们不认识 所以就 一只猫 bug at 一只狗 ok 所以这样就翻译 那所以 a cat run 咦 我们有run吗 有一只猫跑 ok a cat run a dog 这就很奇怪了 好 一只猫跑 一只狗 这很怪 好 好 这时候的run 应该怎么解释 所以 ok 我们还有什么字啊 跑追吃 那就会有恐怖事件发生 eat a dog 好 一只猫吃一只狗 好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 这样子虽然好像ok了 但是使用上 其实我一直要按这个查询牛 有时候不太方便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 直接在这边让它按enter的时候 就翻了 这样使用上会方便一点点 那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边 这边呢 combo box query 所以这边不是有个 不是有个 不是有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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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ress key press 看一下 key down key up key press key down 我们在这个key down 的这里 做这件事应该也就可以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把这一个query click 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翻译的动作 我把它独立出来 那我把它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函数 叫translate 好 那我在这个buttonquery点click的地方 我就呼叫translate就好了 好 那同样的呢 我刚刚这里 我们加了一个key down 好 什么slay要translate呢 如果 这里有一个event 叫e 好 e 点 好 这里呢 他说 e这个是按下按钮的事件 所以他会传一个资料给我们 那 如果他的key call key call 然后等一等一 en enter 点 keys点 enter ok 那 我就翻 好 这样应该可以 试试看 我不确定会正确 好 get er dog 好 这 我刚刚是用and ok 可以 我刚刚没有没有按查询 我是用按enter 所以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让他说一边打一边翻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要一边打一边翻的话 可能就变成你改写的事件会是 会是 会是这边的 text change 如果你改写这个text change 在 没打一个字的时候 他就翻 那 他就一边打一边翻 但是这样可能也不见得很好 一直在翻 然后 你会发现他容易 发生 就是 字打到一半他就再翻 这样也不算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就是 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按enter翻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可以 好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翻译系统 ok 那这个呢 就给各位当家庭作业好了 好 我程式就不给各位了 我们只给各位字典的那个程式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什么翻译系统 好 那要不要仔细再看一下 那我把这个东西放大 给各位看一下 我要怎么把它放到 整个很大内 点短下 上面 这个 左边 走 走 这个 不是 这个 调子 这个 这个 点两下 可以 好 我还没用过这个 好 那 重点应该在 这里吧 重点是translate这个函数 给各位看一下 好